你好 晚上的九点钟 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 台湾539的会员们 大家晚安 首先要恭喜今天我们四支牌 中全车 中两支 如果你用四支牌去签全车 也就是说你中了两封 中了两封 中了1014 1014 虽然我们全车一直用三一没有开 那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社长今天这几千 我花了750块钱去买二合 四支牌二合在大龙夜市彩券行 明天我会把彩券录影给大家看 结果一开 那我们就中了1014 中了1014各位 当中1014的话各位就知道 我中1125元乘以五倍 我中了五六千块钱左右 本来是乘以十后来乘以五 那因为总是人要冒险的嘛 要不然今天就赚了一万一千两百五十块钱 我们用一千多块的本钱赚一万一千两百五十块 偷笑了 各位偷笑了 排斥稳排斥准 就冲下去 社长敢讲以后的日子好过了 敢这么讲 各位不中奖的痛苦 我最了解 我一向是先由各位 帮助各位 有小钱赚大钱的 钱钱玩玩注意 我是跟台湾产券公司签的 我不是在地下里面投资赚钱的 你地下投赚钱的话 你赚的还更多 你知不知道 是不是 什么话都不要讲 不要吹牛 没有钱是万万不仁的 今天你赚到这个钱 老天爷赚给你 你也要谦虚 我一直叫到我们会员们要谦虚 吃红的钱 你要寄来 我就是上上礼拜一 有一位姓陈的 他以前是我非常优秀的客户 他连中了两棋 那那是因为他家人 一直说 哎呀你不要签啊 好了 他再说签一起算 好那我又继续抱他 那一期 我记得也是重要是一世 一世 好 那现在有会员 老会员都传了 给我吃红 一千块 那我也很高兴 各位 日子好过就可以了 我自己本身就在签 千千万万如意 我是用小钱赚大钱 我是用小钱赚大钱